直接用這個關鍵字找 全字庫 這樣也可以 或者進到我官方網站 那剛剛有跟大家介紹過 它主要就是為了特殊字的關係 但是它在我們美編的部分有一個好用的就是歷代書法名家的字體 所以你就從這邊直接進到官方網站就好 點進來 那這個是有改版過的 以前還有舊版本 但是都可以用 你就直接在右上角這裡輸入你要查的關鍵字就好 比如說今年什麼年 豬年 對不對 豬年 有誰寫過豬 這個字你用書法寫還真的不好寫 對不對 龍是很多啦 豬應該也有不少人 點了 來 我們看一下 它會先列出來你電腦裡面有的字體 然後呢 另外這個就是它免費的那個中文字體 可是我們不是要看這邊 往下捲 你看我們往下捲 往下捲 再往下捲 來 這才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縮文解字跟山西堂法列 縮文解字不用講 作者只有一個 對不對 許勝 然後呢 山西堂 有沒有看到比較多人了 但是這表示 山西堂其實還有很多人 但是豬好像沒太多人寫 所以它只列出有寫的那幾個作者 好 那我就按一下全部囉 反正沒多少人寫 我們就按一下全部 我順便把 縮文解字也列出來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麼多種豬的寫法 所以如果你需要3D列印出來 就是這個字 怎麼辦 就拿來用啊 就點下去啊 點下去 有沒有 豬就來了 欸 豬就來了 那它有幾種格式可以用 在這裡 1 2 3 請問這三種格式 你看過哪一種 PNG我們剛剛看過的 對不對 EPS有沒有看過 比較少 除非你有做印刷的 或就是在做設計業的 他們這個是向量檔 但是這個你一定看過 你不要睜眼說假話 真的 你都睜著眼睛說沒有 但是你們一定用過一個東西 Office裡面有沒有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美工圖庫 答對了 美工圖庫就是Windows內建的向量版 WMF或EMF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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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它 向量 所以 你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下載這個 拿到Office裡面 請問美工圖庫的有沒有去備 除非它是滿版的 不然你丟一個形狀出來 都是去備好的 對不對 你看 真的啊 我在這邊我開一個新的給你看 選單列 這個 我們打開一個新增 是簡報 如果我用這一種有顏色的 好 這樣 那我去下載這個 WMF 點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我用的不是WMF 所以可能會匯不進去 我看一下 好 丟進來 不小心可以 有沒有去備 放大縮小 有沒有不失真 所以你應該知道 你要拿到Office裡面要哪一種的 如果你後悔了 怎麼叫你後悔 你下載這個啊 PNG是沒有去備的 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我這邊我把它丟進來 你看一下喔 我把它存起來 按右鍵 另存 好 我存起來 一樣我丟進去 有沒有有背景 這樣你知道差別在哪裡了喔 而且放大會怎麼樣 會失真喔 你看銳利度不一樣喔 有沒有這邊有鋸齒狀 這邊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你就可以做豬年了好嗎 當然啦 因為我們3D10H 是不能夠匯入項量的 所以你還是要用什麼 PNG 在全字庫找到我們需要的文字之後 你可以下載WMF 那這個格式就是Office裡面 標準的向量格式 下載之後呢 你可以在 PowerPoint打開 或者是 像這邊的LibreOffice Impress打開 在Office文件跟Impress裡面 它都可以辨識WMF這種格式 那我們呢 就可以按右鍵 將它先轉換成 一般的點陣圖 這個是Impress才需要 那在一般的Office PowerPoint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需要做轉換 我把它變成點陣圖 這樣子呢 它還會維持它 原本的透明度 轉換完成之後 再把它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變成PNG透明的圖檔 這裡有保留它的透明度 這樣確定之後就可以 接著我們就可以回到3D Slash 使用From a Logo 去找到這一張PNG的圖檔 這樣進來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做它的厚度 字的厚度 好嗎 在那裡 看看